-世界大陸的青春 -世界大陸的美容 -我知道你會跟她拼了吧 -我知道你會跟她拼了吧 這是第幾年的第幾張 -第23年的第七張 其實這4番位這幾年給我一種 一種感覺啊 其實也不能說是完全的轉變 其實也有種感覺好像有點正面 因為譬如說 一首搖滾商樂熊的時候 就是阿珊跟那些喊爸 對接觸了以後我覺得 而且還蠻長的一段時間 就我們開始就變 正面能量變更多 連你們都有被感染 有啊 然後我後來又接了那個 小小鼓手的那個影片 你有接 我教他的啊 教那個小小鼓手 那個就是瘋傳的 對 所以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正面能量都越來越多了 哎呀哎 我的想法只有一直線 錯過還沒來到的明天 我知道你會跟他拼了吧 音乐播放大家好,我是陈乐融 今天访问是四分位 大家好,我是四分位 我是主唱阿三 我是吉他手华星 我是鼓手卫卫 三位好 乐融哥好 也都是老面孔了 对不对 还有一位呢 他要去美国 去美国 现在还在工作嘛 对,工作去表演 这是第几年的第几章 第23年的第七章 量少 对不对 纸巾 其实大家都这样讲 可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因为我们中间有断了三年 那其实我们之前有个RGB 其实我原内也算一张 所以对我来说算第八章 第八章 然后自己单飞过一张 对,前年的时候 所以以后还有还是没有 就看缘分 这地方有什么意思 就是看我如果写出来就有 对啊 我写的没有意思就对了 就是他写出来就让他去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 我们蛮欣赏每个创作人 在每个世纪 用不同的模式来去诠释自己 你讲的很官腔啊 对,其实 老实讲说 你也不得不尊重吧 我觉得那个是缘分 事情如果要发生的时候 你也不能尊重 没有,其实我脑袋都已经想好了 就是我下一张个人的 我也会找 他们来做 那也许他们弹不同乐器 对啊 也许,我在想 不同乐器 搞不好猴形弹贝斯 或许用不同Style的模式 去忘掉四分位这件事情 然后伟伟要干嘛 唱歌 找不到唱歌 至少我帮你饒舌了 伟伟会饒舌吗 他会 他以前曾经参加过饒舌 对啊,饒舌底的 你现在现场来一段 快一点 小时候 你小时候 那个台湾应该还不流行吧 没 风气还不剩 还好啦 我去12 跟他们很多 还好 那时候还好 那时候有了 所以今天要来一段吗 不要 之后再说 陈阿山那个 八个人传奇再说 好 所以这一张其实我看到 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 有一些很熟悉的场面 但是有一种心意 对不对 他是这次 这次我们都是在西门丁的晚上拍的 西门丁 对 你们跟西门丁有什么渊源 因为我们第一张 就在西门丁拍的啊 在那个 西门丁 六号出口外面那个天桥 可是天桥已经拆掉了 天桥拆掉了吗 拆掉好久 拆掉好久 对啊 好多情感都在西门丁里面 这是选了晚上 就是还出动了洒水车 所以这假的 对啊 是制造的水井就对了 下好几天雨 刚好那天没下雨 对对对对 所以这真的有失声就对了 真的真的 第二天都感冒 刚好变冷那天 真的吗 但是我还更惊讶看到了一个 这个场面我觉得好酷喔 有点科技感 有点这个都会感 但其实是在一颗 在西门丁的二楼 对啊 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少人 会知道西门丁这些 还蛮小 我只有每年影展 才会去那儿 但是那个是楼上影城装潢很不错 可是 总体有一些楼层就比较 比较老旧一些 破旧了 其实阿三身上有一个刺青 其实曾经在那边刺青 就在那边刺青 在这栋楼 对对 那个店还在吗 不在了 那天去找已经不在了 他后来是他女儿继承的 天哪 所以 这个什么 这个很 古色古山也是在那里 港式 金丝大小 这好像比较高 大概10楼 了解 这有点想要找回初心的感觉吗 因为设计师其实他在整个跟我们在沟通的过程 他有去查阿三以前的很多资料 包含阿三的歌词 他把婚姻的记录 其实歌词常喜欢用到 婚姻的记录 雨啦 还有什么 雨啦 就是雨啦 所以他就把这个专辑 使用这当地 水气很重 那对我自己而言 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就是我 高中 高中的时候都常常在那边约会 然后他们有查到 就是我常常写到雨这个字 在我写的这些歌里面有20题钟 都有写到雨这个字 为何 不知道 他们跟我讲我才知道 你喜欢雨天吗 你有特别喜欢雨天还是没有 只是一种文艺上的一种应感 雨天比较好睡觉 那这什么话 你的歌又不是助眠 就觉得下雨可能 比较失忆 有种被困住的感觉吧 你哪儿也不方便 不想去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 所以代表是比较负面的 也不一定有好睡覺的正面 說得好 所以也沒有太了不起的哲學的含義 也沒有啦 就不知不覺 搞不好過幾年我搞不好會有開竅 有些藝術家都說沒有這是我的生活 然後人家都說 哇你那個超夢幻超失憶的 但他沒有他想到都睡覺 他並不把自己當成藝術家 了解 其實四番位這幾年給我一種 一種感覺 其實也不能說是完全的轉變 感覺好像有點正面 是這樣嗎 就我的感覺是錯誤的嗎 沒有是正確的 就是我聽到這些歌我會突然有這種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感覺突然變得比較正面一點 因為負面太多了 所以會 負負得正 誰負面太多啊不要亂講 這瑋瑋要那個 對對對 有 四番位以前也沒有很負面 就瑋瑋說一下 你有這種感覺嗎 我覺得還好沒有負面 不不我說正面 正面有啊 這兩張我覺得好像有點 其實其實因為 因為譬如說一手搖滾上樂球的時候 就是阿珊跟 跟那些喊爸 對 接觸了以後我覺得 還蠻長的一段時間 就我們開始就變 正面能量變更多 你們都有被感染 有啊 然後我後來又接了那個小小鼓手的那個影片 你有接 我教他的 了解 教那個小小鼓手的 那個就是瘋傳的 對 一支影片 所以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正面能量都 被激發了 越來越多了 對啊 所以是對下一代 突然有什麼 責任感嗎 還是 責任感 可以這麼說嗎 所以就想借由這些歌曲 鼓舞自己 也幫別人加油 所以其實是優先還是要鼓舞自己 對我覺得 並不是說好像要去什麼造福別人那種 要先鼓舞自己 你才有力氣去 虎神是這樣想嗎 我覺得其實 我那時候我在想 但你一直蠻比較積極 你算是就做很多別的事情的 對啊 一位團員 我一直在工作 然後還有跟這些樂團 你是上班族 對 而且我剛剛很多接觸都是這些創作 創作樂團 那 我其實我發覺到很多的樂團 其實當然 我覺得每個時期都一定會看待的角色 社會的角度不一樣 對 你說憤怒的情況也不一樣 我覺得 那些憤怒是應該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的能量身體 就對很多事情的看不開 但我現在還是常很笨 對啊 但是那是好事 因為台灣很容易惹人笨 對啊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會把一些能量給它轉換 了解 不可能永遠的都是光明 但是有些時候還是會有一些憤怒 但是 我覺得人生就不斷做這樣 才會發展 可是 虎神其實 因為就像你說 你接觸很多人 然後你也必須用比較理性的事情來看待一些事 不能只是像跟 玩樂團 玩音樂 那麼的感性 或那麼的自我 可以這樣說嗎 對 可是這很衝突 這個有些時候 因為你有另外那一面 對啊 我平常 譬如說我在幫樂團製作的時候 我明明知道說 我好想要 破出去 我就是這樣子玩 可是我得很理智的跟他說 因為我這是工作 我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樣 你分析我幫你應該有可能變成怎麼樣 你這樣 你會建議他什麼事要調整對不對 當然要 但是工作 可是心裡其實並不完全覺得這樣 有些時候覺得 哎呀你 你愛怎麼做怎麼做 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這件事 你要做你自己跟你有機會成長 了解 那個有時候我自己在拿捏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很 我懂 很衝突 不過現在獨立團通常不太喜歡別人 對 說三道 說太多 他會覺得你囉嗦 對 可是大家這時候有的時候 也少了一點點經驗的 可能的傳承 所以這個變成我們不斷的在 在彼此在試探 所以阿三會煩惱這些事嗎 還是你在做音樂的時候根本 你從來也本來就沒有聽過什麼意見 就 所以也沒有意見可以聽 我就被打槍打習慣了 有嗎 有啊 被誰 就是團員啊 就是團 就還是同一團 就是譬如我在家寫好之後 然後到 練團室我們編局的時候 這狀態其實是跟我有時候跟我 心裡想的不一樣 這張都還會有嗎 一直都有 每一張都有 對然後 都心裡想的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樂團呈現的方式 要不要舉個例子 譬如哪一個歌 初始跟 其實我覺得都有 就是譬如說因為阿三他在家裡創作的時候 他就是一把吉他 跟他自己唱歌 好然後就來 練團室就直接play給大家聽 對 然後我聽到感覺我編的鼓但是跟他想要的鼓 是不一樣 因為我是鼓手嘛 他不是嘛 速度你也會說不定會調 說不定也會 對我會覺得說 我覺得 這首歌的鼓應該適合怎麼樣 應該適合怎麼樣 可是他 他原本的設定卻不是那樣 對我覺得都會有這種衝突啦 所以你的意見會比較多 還有 從節奏 大家都有啊 差不多 他已經抹去了那個受害者的記憶 心情上已經調整了 可是這張專輯跟之前比較不一樣的事就是因為我們找陳偉製作人 對 陳偉老師 我才聽到一個驚人的名字 就我好像以為他已經比較沒有在 有他還是有在 有製作 一直在製作 那你為什麼找他 這個 其實他 你先講 因為我們上一張的時候其實已經有找陳偉老師 做混音後製 做了幾首 然後他後來主動的 那張專輯結束以後 他跟我說 其實他蠻想幫吃豐會製作的 整張 整張 我說哇天啊 這個怎麼辦 這個 你想我沒錢啊 對啊 我沒有錢要請你 對啊 對不對 可是又覺得說有一個老師在幫我們做製作 可能會不一樣 會插出不一樣的火 對啊我們自己很多的盲點需要有一個製作人來幫我們提點 拜託多少 西洋名團當年都是一路有製作人的好不好 並不 對啊 然後果真後來一路製作過來其實 很多的狀況其實跟我們當初還是都想得出來 其實他一定有他的想法跟我們有點過差 包含在路的時候 我們也是偷偷去開他的銀軌 趁他上廁所 他回來又把他關回來 關掉 有點疊對疊的感覺 對啊我那時候自己給自己的想法 說好吧我就把自己當條繩子 去給他重新去彎 但基本上你們是妥協是不是 妥協於製作人 既然要找製作人一定要有這些心態 必須要去妥協 遵從教練的指示 對他的教練 所以就是 之前我們沒有教練 以前都是自己 有教練樂團 對所以 之前的專輯就出來的話 跟想像畫面可能不會跳脫太大 因為就完全是自己長出來 對然後因為有陳偉老師他在 經過他那邊一番的混音 幹嘛就跟我們想像畫面完全不一樣 差最多的是哪一首 我覺得是那個煙的形狀 煙的形狀 我好想聽這首歌 在你現場不適合彈對不對 是 我那時候寫的是 有自彈自上 所以就是可是那個 力氣跟那個 呼吸的感覺跟 現在已經不同了 對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不想再扭回來 那就可以了 我也是可以扭回來 那我們就聽 聽別的好了 好不好 多麼美好的一天 好 來聽一下阿三現場版本 這首歌怎麼寫的 5、6年前寫的吧 可是那時候的歌詞跟 現在的歌詞只留下 副歌的部分 對啊 那其實最簡單的講就是說 喜歡的人不在身邊 這種感覺 所以以前的版本跟現在版本的差別 也大概是這種狀況 可是歌詞不大一樣 副歌把它保留 那曲也換 換成現在這個樣子 好我們來聽一段 多麼美好 那你們就 喝一杯 多麼適合凋謝 多麼美好的一天 除了你也不在我身邊 除了你也不在我身邊 啊哈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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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也不在我身邊 我也會覺得這個歌怎麼樣 就是 其實我當下 一聽的時候 就聽到阿珊彈唱 然後我在編的時候 是 我覺得 怎麼有點陽光宅男的感覺 有周杰倫的感覺 還蠻陽光的 蠻正面的 就 但是你聽他歌詞 就歌詞還是有那個 確沒有那麼正面 但是現在就是音樂性 會讓我有這種感覺 歌詞其實還是有烏雲在裡面 有烏雲啊 有以前的歌詞 搭配比較 烏雲的歌詞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啊 因為人生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那種單一色調的吧 那樣想也太膚 太膚淺了 城市還是在裡面 有有有 所以這次有些歌是在外地寫對不對 像煙的形狀 那是我們今年一月去東北表演 去哈爾濱 東北 沈陽 去中國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很冷 零下二三十度 零下二三十度 是參加什麼 團團出來 我們跟土阿虎一起去 然後 然後外面很冷 室內又好熱 公暖 公暖 很熱 了解 那冬天的東北 到處都是煙囪 其實空氣會 可是那個煙的形狀很漂亮 所以那時候我在動車上 在 哈爾濱坐動車到上升的時候 就看到外面警車一直都煙中煙 是直直的嗎 對 不是直直 它會直直 然後之後會散掉 每個煙的形狀都不一樣 了解 然後那時候就 無聊就這樣 把那種感覺寫下來 我還在普通曲 所以這些歌除了這首是在 大陸寫的還有什麼歌 是在很特別的情況下寫的 特別的情況 每一首一代都有故事 對啊 怪物 怪物 這首歌 當然有很多部分是在 比較沮喪的狀態上 寫出來的 通常這時候比較容易寫歌是嗎 對對對我覺得 快樂之後就不想寫歌 快樂就好像 寫不出什麼好東西 不是好東西啊 寫不出什麼東西啊 寫不出 或者是那時候我們就是在Enjoy 你可能不會 你不會刻意想要這首 對不對開始 對不對 我真是負面 夜行軍導師 我們其實這首這整張專輯裡面 唯一那個樣子完全不變 他在10年前錄影的 這為什麼藏到現在 找不到適合的時機 對對對適合時機發表 每一張專輯都能放 幾乎都放不進去 他味道太濃了 他的顏色 他的調性 其實放在其他之前的 的專輯其實很難放進去 那剛好這張整張的調性 剛好也適合 所以我們在整個樣子 幾乎沒什麼變 只是重新悔音 但是 整個調性是結晶的 聲音都是我們 10年前的 10年前的 每個人都是 所以那時候已經錄好了 對 算是錄好了 那悔音的時候有調什麼 就是有啊 他老是打不開啊 打不開了 版本太舊了 版本太舊了 我做的是檔案太舊了 打不開 10年前的版本 我突然懂了 覺得他滿好笑的 那首歌其實也很有趣 其實他本來裡面有一個音軌是 阿三彈的鋼琴 阿三剛開始很認真的彈一些 剛才學 那現在就沒有辦法了 彈一些很 有待加強的鋼琴 對對對 現在想起來就覺得不對 可是也許未來哪一個 哪一天我覺得 葉行俊可以用 跟阿三加鋼琴的版本就好 OK 那個又另外一種畫面 那我們現在可以聽一下嗎 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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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我的想法只有一支線 沒有時間痛苦沒有不了解 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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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只有一支線 做過還沒來到的明天 他們是唱的 我的想法只有一支線 對 我的想法只有一支線 就是他的樣子 沒有時間痛苦沒有不了解 聽起來好像是很單純的人稱 但事實上呢 太急話 所以才會寫出怪物這首歌 其實有的時候 認為自己是那樣子 但是還是生活中很多的狀態 會發現你好像其實沒有那麼 只能夠這樣子走 那我覺得或許有時候是 因為想得太直線 所以才會 造成其他的波折 之類的 就如果想複雜一點 如果一直投直球的話 就會真的 OK 會一直被人家打擊出去 對 我懂你意思 跟宗教的因果關係 是一樣的 可是他可能以原來認為 想著直接直線 會得到直的結果 他會以為是這樣的 那虎神是想比較多的嗎 我的確 比較像捕手一樣 360度一樣 配球 這些你會比較 我覺得其實 慢慢會覺得 其實阿三就是維持他這個樣子 就好了 以前會覺得你應該怎麼樣 你應該怎麼樣 然後 可是後來發覺說 每個人好好去拔回自己 最棒的那個部分 好好把他做得最絕對就好 要變早就變了 就是說人如果能改變的部分 自己也就默默在改變 我反而期待看到他把他最棒的地方 做了幾次 就把直球投到最直 球速最強勁 我們看到每一個不一樣的人 其實都是這樣 他發揮他最棒的地方 那你是哪樣 我剛才問你一個問題 你突然想過 是 你是配球高手嗎 還是 還是扶手 就是 我可能是他的煞車吧 就是每次他一直要幹嘛的時候 等一下等一下我那個哪裡要怎樣一下 好可憐喔 我感覺有點可憐 那我以為是呢 你在團裡面 離合器 其實我會 就是 我跟奧迪的角色會比較 跳脫他們兩個的 真的嗎 因為我們 差他們一輪 你們兩個就是跟他們 就是 所以我們的 比如說聽音樂的 年輕的時候聽音樂的東西 阿美接觸的音樂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都會給他 一點我們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邏輯思考 丟給你們 然後讓你們去 參考 參考看看 聽聽看 可是你們是有很溫和的方法 不溫和就是好這首歌先不要做 那就是最不溫和 就說算了 算了算這首歌先不要 就是 想不出好的 OK 對啊 想不出好 就大家都 彼此都有拉扯 彼此都有意見 好那這首歌 還是沒有一個共識 好就先 先放著 所以老人也會聽 跟後輩的嗎 互相 都會 會聽嗎 會會會會 這也是可以繼續走下去的一個 而且他們現在 現在也 不年輕 不年輕 跟現在年輕的樂團比 是 當然 其實我覺得這種跨世代溝通能力有時候對 搞藝術很重要 當然你有的時候你可以只迎合你那個generation 可是有的時候做音樂做藝術做任何東西做影像 還是希望 我們還是希望因為人繼續往前活 對不對 你還是希望 可以又有老朋友又有新朋友 大家現在會這樣想嗎 會啊 會遇到很多人 就是 其實我們這幾年在音樂上面 因為也 好像跑外面 外地的機會比較多 遇到很多人 也許我這時候在想 也許 這輩子搞不好就見這一次面 是 因為他們就是表演完之後他們就會請我們 聚在一起 喝酒啊 吃飯 聊聊天 那其實我都還蠻 不管是常遇到的或是 不常遇到的或是沒有以後 也許不會遇到 其實都會很珍惜這些緣分 好吧 那就十分會繼續 最後我要問一個數字問題 為什麼又有 文案上說18年後 然後你剛才說23 他好像寫錯了吧 18年後 那其實是 那你們成立到底18還是 成立更久 1993年 主要是 你說成八片 第一張專輯是1999 對 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 大家說這一張有點像成年禮的感覺 我想你距離成年應該很久了啦 對 在默默中已經成年很久了 可是我覺得成年不成年不重要啦 就是 我還是依然有嗅到一種 清新的感覺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 喔 你不覺得嗎 有好像有 我覺得老團其實還有清新的味道 老團要清新 跟製作人那時候拉扯好久 他有些想法 那時候一直 我們都忽然間 屁 好多喔 其實像比方說剛剛那首那個 啊哈啊哈 多麼美好一天 其實他加的音色其實 加的很清新 可是那個音色非常老 要是認識人可能會聽得出來 其實那個音色的下手方式 就是 80年代的方式 陳偉就是那個年代 對對對 可是我們當然其實要尊重他 但是整個樣子 歌的樣子現在又變得更新了 了解 所以那時候一直在 在疑惑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可是 在那個過程其實就過了 因為老師其實也沒跟我 在太多屁話 我懂 我懂 我多年前 其實那時候 語盒眼淚就是他製作了 但是他 真的就是做更屁話的 這是很絕對的製作人 他有權威了 有權威了 所以現在跟他合作我覺得 有些時候反而很好 就是他不會跟你太多哈啦 好 那我偷問一句好了 是 就是 萬一他突然又說 這張好完成了 我們下一張 怎麼樣 突然又開始一步好像 天啊 下一張又要 我們要努力賺錢 老師我們預算是不是 沒有我說除了錢以外啦 就是在那個 想馬上還是可以 有默契當然很多 還可以對不對 有一個很好的老師 還可以再合作就對了 有一個好的老師在指點著我們往前走 是我們多幸福 謝謝 謝謝 各位 謝謝 全新專輯 叫做 愛曾經讓我們在一起